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叫老吴管理学 老吴管理学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先讲个笑话 常常有人说 有些有名的人 他的什么 性爱影片被外流 最后一抓都是什么 都是他的手机或者他的电脑 坏了拿去修 修理的人就把他 硬碟拿出来看 检查他的目录 一检查里面有这个档案 然后有这个档案之后他就会 就把他copy之后 然后电脑修好之后他就传播 最后抓到都是修理电脑的人 那 那我以前设计电脑的人 所以我知道这些媒体 要怎么样收藏 那我的收藏方式 完全我不把它放在我的硬碟里面 所以有的人讲说 有人开玩笑说 你的低碟怎么样 或你的一碟 就是电脑的硬碟里面 你可以把它切割成吸碟跟低碟 通常吸碟是驱动程式 或者是应用程式 放在吸碟里面 那低碟里面是一个所谓database 就是你要 你要儲存的资料放在低碟里面 其他吸碟低碟都是一个硬碟 就是电脑里面那个硬碟 hard disk 就是那个硬碟 大陆叫硬盘 那个吸碟跟低碟 它的切割是一种虚拟的 也就是它原来就是一个它没有两个 那你甚至还可以从中间再切一个一碟 那总的容量就是那么大 实际上 如果说你的应用程式 比如说你要画3D图 或者你要储存3D的那些档案 你画完的档案的话 那个档案都很巨大 所以你要把它放在电脑里面 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通常我们的做法是把它 存在另外的一个随身碟上面 那随身碟的东西 以前有用那个floopy disk 现在那早就不用了 那个五六十分之一寸 那个进化到3.5寸 然后3.5寸那个floopy disk 也被淘汰 后来又换成什么 换成USB 就是U盘 U叠 大陆叫U叠 我们叫USB 那那种东西 它那容量有的很大 那因为我有过经验 你用越大的那个容量的东西 你储存东西越多 等到它一坏的时候 全部都毁掉 所以你要必须要有备份 那你一有备份 就变得又很庞大了 那但是呢 我刚刚讲过 那些会被人家自己的私密 那个影像或者那个记录 会被人公开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儲存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怎么儲存好了 因为我等一下就要讲到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放在随身碟里面 随身碟只要不被人家拿走 你不被人偷窃 是无法有其他人能看到的 我的电脑坏过很多次 我每次去那个电脑拿去修的时候 那个修里的人都很好奇 你那么多影片 他说奇怪 你的低叠里面怎么一个影片都没有 他说你为什么 你的那些影片为什么不放低叠里面 他问我为什么不放低叠里面 我以前画3D图的时候 那个经验告诉我们 低叠不能放的东西 你一定要把低叠尽量腾空 把那些图 包括更正过的图 全部放在随身碟上面 所以我养成这个好习惯之后 我里面任何没有任何私密 我的电脑里面没有任何私密 那个档案在里面 我的私密档案绝不放在我的个人电脑里面 所以那个电脑好几次维修的时候 那个维修的人 工程师都会问我这句话说 你为什么低叠里面是空的 他怎么会是空的呢 只是那些东西 我随时搬到我的随身碟上 所有我的影片 各位可以看到这些影片 在网路上就有一千多片 有的人讲说 你怎么会那么多影片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的那个随身碟 ETB的随身硬碟 我有十个十几个 其中有很多都是我路过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教材 不公开的教材 还有一些是素材 所谓素材就是它还没有 现在实际还没有到 不能公开的 这些东西 这些资料都在电脑的外面 因为你电脑坏的时候 它就完蛋了嘛 你就没办法再用了嘛 所以我全部存在随身硬碟里面 那种ETB的我有十几个 所以人家想买一个两个 那我都觉得是笑话 我光已经把它录满的 都有好几个了 因为我随时都是 影片都录在这边 所以想要收我的密 你从我的个人电脑里 是收不到的 没有资料 它就是运用程式跟空间 吸叠是运用程式 然后低叠就是空的 就这样 所以说你那些什么 私密档案外流 扣押人家电脑 有一些什么事件 人家相关的电脑警察 去扣押人家的电脑 说资料都在电脑里面 那我说句实际话 那都是外行的 内行的人都是用随身碟 他不会把重要资料放在电脑里面储存 那OK 那我们讲到这个 跟这个老物管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人会讲说 你那么多档案 你那么多影片 因为他看到的就是 就是我一个人嘛 那个大名东厂锦衣卫 老实际我一个人出现 是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找其他任何助手 所以我就这样 所以以前还有做字幕 以前也稍作 最初期的时候也做剪辑 后来因为灵感太多 而且要录的时候要及时 所以我连脚本都不写了 所以现在都 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 那我要写的东西都是用手 用手这样写的 写在一个memo纸上面 这样秀 代替以前的字幕或者是怎样 所以你必须要从头看到尾 否则你可能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会遗漏到 那我今天讲说 我有那么多的影片 我会不会找不到这个问题 我可以告诉各位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因为我用的就是目录学的原理 我用的是这个目录下面有指目录 就是你可以 如果说你知道目录就是index 就是你要去搜索的时候 它有一个大类嘛 比如说是那个卷称文化类 然后卷称文化类又有音乐 美术舞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 这些东西 我都把它分门 排体育武术这些游泳一大堆的 那这些大家还有人物 那这些这个都是在什么 卷称文化的研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目录的下面 那跟这个目录平行的 还有还有多了 多了去了 那我们先暂时讲这个目录学 就是这个目录的下面 这个主题的下面有这么多项目 我每我每录完一个之后 我就会把它编上这个名字之后 我直接把它放在那个目录的下面 那那个那个每一个题目里面 就会越来越多 加上我想要出个专辑 或者是我要演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只要把这个随身碟带到 然后点到那边去 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把这个影片找到 然后就可以播放 那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建档 建建立档案 跟运用档案的那个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像这样说我们今天要 这个这个东西叫做目录学 在大学还有这个课 那实际上这个目录学的这个原理 就是所谓的树状结构 Tray Construction 就像树的根子一样 这样子 它原来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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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源头 然后分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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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叉像谱系一样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在工厂里面常用的一个东西叫做 M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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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字 M叫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 简单讲就是物料需求计划 MRP 就叫做物料需求计划 这个东西 有的人会觉得说 是不是很高大上的学问 不是 他这个东西有现成的软体 最早以前有人讲 Database 库存的那个 这种东西 还有人去做这个 实际上你要了解 它就是一个目录学 很简单 比如说我现在构成一个 我这个专案 比如说叫某某 叫做太空船 太空船型的某一个产品 就叫太空船 它下面有很多很多零组件构成 那零件是一个单 单独的叫零件 那个很多零件加在一起的叫做主件 那它有英文的 零件叫parts 英文叫parts 那主件叫做 那个assembly 组合嘛 assembly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主件下面可能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叫subassembly 就是主件下面一阶 就是所谓子阶 副阶 副阶 或者你叫母阶也可以了 就是反正副阶关系 刚刚讲的目录就是这样 大标题下面有小标题 小标题下面又有分标题 分标题下面又有 又有子子孙孙的 在阶层 这就是MRP建造的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MRP就是物料需求计划 所以我任何一个机种 所有的物料说好你要生产哪个东西 只要我只要把电脑一打出来 它整个列印出来了 什么东西要几个几个 那这个工程师 研究发展的工程师定的 那我在研发部干了40多年 我非常清楚这个 要建立着MRP 要开发一个新产品 要有些什么手段 那些手段 其实如果MRP 你直接把它想成是 就是所谓的目录学 那谁是这 始作俑者就是工程师嘛 他要用哪一个螺丝 要用几颗 要怎么样 他是他设计的 他设计之后 他开出药方来 这个螺丝要用什么规格 那个零件用什么规格 什么厂商的 甚至于只能定规格 不能定厂商 让采购去 用这个规格下去 去标 去开标 去找能够符合这个规格的厂商 所以RD的工程师 很多制造商都要来巴结 那他除了巴结RD工程师之外 当然他也要巴结这个 甚至于贿赂 无所不用其极的贿赂 那个采购员 所以采购员常常出包 但是工程师很少出包 原因是因为工程师可以决定 这个原始的这个零件的数量 跟他的那个一切的需求 那采购员只是从MRP这个系统里面 来download下来 比如说他采购机械部门的零件是这个 那另外还有电子 还有其他的各种软体硬体的部门 他都在这个MRP指销 刚刚讲说一个太空船里面 还有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 电子的部分是由电子的工程师去做的 那那个机械的是由机械工程师去做的 那包装是由包装工程师去建的 都是在这一个产品的下面去建他的 他需要的东西 那最后出来的时候就会这样 就出来你要的东西 那大家都知道啊 随便改一个小小的小小的 比如说包装改一下 这个这个原来叫太空船 现在叫做火箭 那底下没有改 但他上面名字一改之后 你现在要的这个产品叫火箭 他一打 其实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当然至少包装和外包装上 还有贴纸什么等等的 小部分东西是改变的 那很简单 现在功能就是复制嘛 复制贴上嘛 你复制一个东西贴上 然后改一个名字rename 改一个名字 他就是另外一套东西 不用一个一个下去建立building 就是create 去building你的这个 建立你的档案 所以这就是一个 档案管理的一个典型 很多人讲说 你懂 你也懂MRP 那开玩笑 我从用手写的开始 我就在用了 那你现在 现在这个用电脑 这个MRP MRP是一种 现在最 最普遍的一种做法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你又low了 那当然我是1955年 我甚至今65岁 那跟我同年年不懂的人 多了去的是 因为他没有在这些职场里面干过 他不知道 我甚至还看过 有某些公司的那个 资深的工程师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MRP 但他设计一个东西 我们来开发一个新东西 我说你要开发 你必须要建个档 你要给他一个名字 所以那个名字 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X名字 那个X档案就是这样 X的意思是未知的意思 你就要给他一个某某名字 比如说这个东西叫做 叫做那个 正在开发东西叫做未知 然后X 然后X的第一版 那就是 就是那个01,02,03 现在我们常会讲说 什么什么2.0版 那个2.0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原来有个原始版本 那个原始版本 它就不用讲1.0了 那开始有一个更新了 那为什么会有1.0,2.0 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第一版叫1.0 可是在第一版还没有 就是他有 他需要修正 他修正的时候叫什么 1.0是最原始版本 然后他修正的第一版叫1.1版 1.2版 1.3版 1.4版 是这样子来的 好OK 到最后他觉得说 哎呀这个改的已经改太多了 改的已经面目全非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再重新整理一下 那时候就变成2.0版 然后同样的2.0也 它也要继续修正 继续修正继续改进 所以就会2.1 2.2 2.3 2.3 所以现在有人讲说 哎我的工业4.0版 意思就是说已经突破了 已经改变了 重大改变已经有4次 第4版叫4.0版 现在我们的那个世界的工业界 就是说叫工业4.0版 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模式去了 从最早的那个网特发明升级机的那个工业革命开始 后来又又又又又有那个电脑革命 最早是工业革命是计算机 就是那个是机械机械革命 第二个是电器革命 第三个是电脑革命 现在就是什么资讯革命 那下面还有5.0 6.0 然后继续继续衍生 那刚刚讲的点这个字就是要 点的后面是小改 点的前面是大概 就是做了很大的突破 就会改版 那没有改版之前叫修正 修正就是点后面的数字 各位以为说点1点2点3 有的时候可以点100 点200都有可能 因为你不断的改 各位常常可以看到说 那个以前人家讲说 那个windows很好的 你看他你要 你用他的软体之后 你要输入那个序号 序号就会传到美国 那个windows公司 微华公司有一个总控室 他就登记了 登记之后 他以后会有更新版本的时候 他给你修改的时候 他会免费给你 免费给你新版 然后叫你去下载 因为你已经登记了 那有的人讲说 为什么会免费更新呢 比如说2.1版2.2版 那为什么会让你免费更新呢 因为他里面已经发现了bug bug就是里面有 他当初没有想到的一些故障 会产生 已经产生了 被他们发现 或者客户反映他 他改进了 改进了之后 他就把这个debug 就是把这个缺点改进 改进之后 他程式重新做了一个修改 那因为他不能惊动大家 因为他不是2.0变成3.0 所以他变成2.1 2.2 2.3 这样子改 那改的时候他直接把这个新版的这个信息告诉你 你只要上去点 点这个更新 就更新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软体都会更新啊 什么line 什么我们看到的东西 还有autocad 什么所有软体 因为他要止于至善嘛 所以不断的与实际进行 就要不断的更新 更新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改版 他没有改版之前就是做修正 修正就是点了后面的数字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新的团队 都是资深的人 号称资深的人 当然跟我这个老鸟差远了啦 那我就讲说 哎我们现在开发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以我们来讲是你要开发一个东西 你要去画图之后 大家认可之后 然后要去做做模型 然后要做试作嘛 这些东西都有成本 你这个成本如何在会计上去报账 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全都是买来的嘛 因为你有工程师在这边 你有做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一看到他们这些所谓老手 也做了十几年或几十年吧 跟我这四十几年一比 我就知道他们真的是软啪啪的一塌糊涂 我就开始我就告诉他们说 你这样如何做会计做账 哦对哦 对哦 你这是小公司嘛 你就是没有经验的小公司才会这样子 我们做任何东西啊 开发任何东西都不是无地方使的 因为我们不是在那边自己做的自己用的 私货 而我们做的东西是将来要可能要量产的东西 可能很多开发的东西 你十件可能只有一件上市 那另外九件呢 你九件的投资到哪去了呢 你打水漂了也要能报账啊 否则你做的那些东西都花了钱 从哪里去开支呢 你必须要建一个档 这个叫做什么XX1 或者是什么什么X档 然后他有第一版 第二版第三版 那那个版因为你的名字还是在未定的状态 那这个东西将来会不会成功还不知道 但是你要不断花钱 比如说我们做模型就很花钱嘛 那你要去买那些材料 或者是收集那些材料来组装 来试验等等等 都是很花钱的东西 那他不是一个小做坊 或者是一个家庭工厂就能做的 所以你这番子种种你通通都要用MRP下去套 就是你有一个雏形 你把旧有类似的东西的MRP拿来改 改成你现在的状态 当然里面会修到很多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那个MRP 因为如果那个以前的MRP是你定的话 那非常容易改 因为它很庞大嘛 他一列出来的那个零件 几千个零件那很庞大 那你要去修掉很多东西 因为它没有必要嘛 你在一个东西在开发的阶段的时候 你不需要包装 什么那些装饰的东西都不要嘛 就是功能嘛 Function嘛 那你Function的时候 那你就要大刀铺 把很多东西删掉 或者是重新建立 从开始 也就是MRP 等到最后你这个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要修正多少板子才会成功嘛 大家都知道艾迪森 发明一个灯泡的巫师 他发现巫师之前 他不知道用了几百种材料 试验 甚至连竹子 竹材他都用在里面过 诸如此类 艾迪森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 这个设计的管管控啊 因为他就是家庭做坊式的实验室嘛 反正花的钱都是他自己掏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公司上班 你是个工程师 你就必须要懂得这样的原理 要懂得这些操作 这些MRP的建立 因为我刚刚讲过 可能开发十个产品只有一个上市 那另外九个呢 在库房里面 在历史里面 那些东西都要在账目上面要报销 我讲这个报销两个字 不是简单的 可能花掉几千万 新台币几千万都报销了 这种东西 大的公司 所以他要养很多人来做研发 就是这样 他不是每一件产品都是 都是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成功的 很多不能成功的东西 很多胎死附中的东西 那些胎死附中东西 不见得是没有价值 有的是很有价值的 放在那边之后 因为档案也在 东西也在 其他的工程师可能会出了旁动 或者是原来那些工程师 会想到说 我们当年那个东西没有成功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现在突破了 拿出来再做 就会修正 修正成新的 又变成一个新的产品 那繁殖种种都是靠什么 MRP 物料需求计划 那以前的就是 在物料需求计划之前的 人们工厂里面怎么管控这些物料呢 叫做Part List 零件表 各位会基建筑图的人都知道 我画一个基建的组装图 里面有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基建 然后我们后面会画一个表 打上格子 1234 这上面所有的东西都 都用一个箭头或什么 拉出去画一个圆圈上面 标号1234这样 那你就对着这1 这边在这个表上面写1 是什么零件 然后什么规格 然后几个 然后你就可以看 你就知道 这个图上面讲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种东西叫 这个表格叫做零件表 就是Part List 那在那个MRP就是从这个开始 衍生 最后变成 变成一个档案 变成一个Data Base 那有的人讲说 MRP叫做库存表 不是 它是物料需求计划 就是你要生产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整个这个表拉出来 而且要拉到最低阶 它就每个零件 然后中间还有第二阶的零件 几个零件装在一起叫做 那个SubAssembly 然后几个SubAssembly 接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组件 就是Assembly 然后组件跟其他的零件又组装 然后就成为一个成品 这个 这就是一个工厂的一个 生产的一个概括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在什么RND 有的人讲说RND是什么设计部门吗 不是的 RND两个字都没有设计在里面 R叫做research 叫做研究 search是寻找 research 不断的寻找 and D不是design 是development 发展 所以RND 先生讲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在RD工作 RD就是RND 就是研究发展工作 研究发展不是包生儿子的 我刚讲 可能你设计十个产品中间 只有一个推出来 有的时候很多公司推出来产品也不见得成功 但是你下面有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投入下去 那就是成本 就是研发的成本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从那个私密录像外泄一直到目录学到MRP到RND 还有刚刚讲的Podlist 如果各位有兴趣 你不妨再看一下 我开玩笑 最近有几个老人家 无意在网络上看到我 他要看的是电影 或者看什么影片 一看看到我的录影 哎呀很惊讶 一时惊为天人 我说不用了 你多看 我说你多看我的影片 有病治病无病强生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 谢谢